融洽的四人坐在几年前常去的饭馆 开始了他们的同学会 各自追逐不同梦想的他们 显化家常的 聊其刚认识不久的事情 因为当时候的四人 可不是像现在这般和乐融融呢 反倒是 鲁鲁 一个拥有财力雄厚背景的女大学生 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小姐 阿燕与虫虫是鲁鲁的系上同学 但看见贵尾大小姐 成绩却不怎么样的鲁鲁 感到可耻 老是瞧不起鲁鲁 所以一直捉弄他 鲁鲁鲁鲁鲁鲁 一而在 赵尔山的欺负他 朱鲁看了纸条 无奈又气愤 然而有时候 姑息只会使状况 变本加厉 变本的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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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背后伸过来的手阻止了她的计划 开始上课了 好 各位同学我们要复习上次的内容诗经 诗经主要的时间是在寻求中业以前 还是寻求中业以后呢 Lulu 麻烦你作答 Lulu紧张地翻阅书籍 人找不到答案 好 麻烦俊重做答 诗经在寻求中业以前是在控制自己的 那对了 很好喔 那接下来这一题 有没有人知道诗经主要的形式是哪三种呢 有没有人知道啊 Lulu的发言被阿燕给阻止了 蜂牙瘦 对 很棒 于是 阿燕跟虫虫更加瞧不起Lulu 一天 阿燕跟虫虫 与外戏的朋友佳佳 经过图书馆前 正在想事情的Lulu 不小心撞到了虫虫 无视她的两人不以为意 只有佳佳 注意到了Lulu的神情 与下一节游客的两人道别后 觉得担心的佳佳赶上Lulu 生气害羞的Lulu 无法对佳佳马上打开心房 佳佳耐心的安慰Lulu 不断找话题逗她开心 然而对于悲惨的生活 Lulu不禁感到悲伤 直到Lulu的苦衷后 佳佳表示愿意带Lulu 到辅导老师那里谈谈 隔天 佳佳一约带Lulu 前往约好的地方 感受到老师无比的关心 Lulu也努力的诉说自己的烦恼 听取老师许多实用意见的Lulu 心怀感激的与老师道别 一天 虫虫与阿燕一如往常走在路上 遇到了猫面歹徒的袭击 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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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正在家中看电视的Lulu 看到了一则紧急的新闻 吸引住她的目光 感到不可思议的Lulu 原来看见的是 竟然有监狱逃犯 及及她的学校 还挟持了自己的同学 充满正义感的Lulu 为了达成逃犯想要逃亡 而开出释放人质的条件 马上动用自己的家庭背景 用了一张机炮 赶往现场拯救同学 目的达成的歹徒 马上拉着Lulu 准备逃亡海外 抵达登机门的歹徒 顺势推倒Lulu 摆脱追击 仓皇逃逸 成功搭乘飞机的歹徒 正为自己逃亡的计划成功感到开心 却完全不知道 这架飞机的1号动力分射器 完全失灵 英勇做出阿燕跟重重的Lulu 受到两人无比的崇拜与尊敬 两人对Lulu改观 而Lulu也不计前嫌 愿意接受两人的善意 他们会一起坐在校园绿地上聊天 三个人成了最棒的团队 患难与共 天返病 患路成了名文较耳的大画家 丛丛成了追逐季然的植物学家 阿燕成了家喻户晓的篮球明星 家家则成为捕捉一切细节的摄影师 往事历历在目 四个人聊到过往的那些事情都不禁笑了出来 即使刚开始有所争执 但是一起跨越了各种困难后 感情便越来越融洽 有了自己的目标 有了自己的梦想 尽管各自追逐 却也不会忘记 多年前发生许许多多回忆的伙伴们 要不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是 承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